一、金牛座,很多人都认为金牛座的人很call,其实金牛只对自己call,对朋友还是挺大方的。 金牛喜欢大方稳重的人,会因为对方很阔气而怦然心动。 二、狮子座,狮子座的人很有能力和才华,所以对另一半的要求自然而然就很高。 想得到狮子的青睐就要足够优秀,因为只有足够优秀,狮子才会怦然心动。 三、射手座,射手座的人喜欢到处雪浪,对外知的东西有强烈的兴趣,只有能引起射手的好奇和期待的人,才能让射手怦然心动。 四、处女座,处女座的人一直处于紧张状态,因为他们想把所有事都做得完美无瑕,当有人对处女说,没事,你已经做得很好了,处女就会感到怦然心动。 五、白羊座,白羊座的人脾气冲动粗暴,但白羊单纯天真,是很善良的,所以,白羊也会被善良的人所吸引,因为对方不经心的一个善良举动而怦然心动。 六、天称座,天称座的人是个妥妥的眼孔,喜欢追求一切美丽的事物,所以会因为对方的颜值而怦然心动。 七、水瓶座,水瓶座的人古灵精怪,喜欢恶作剧,其实他们很需要别人的谅解,会因为不管自己怎样,对方脾气都很好,很包容而怦然心动。 八、摩羯座,摩羯座的人容易被和自己相反的人吸引,摩羯伤及努力,所以也会因为对方很努力而怦然心动。 九、巨蟹座,巨蟹座的人焦虑心很重,常常感到没有安全感,所以能给自己带来安全感的人,最让巨蟹怦然心动。 十、双鱼座,双鱼座的人爱幻想和浪漫,重视爱情,会因为对方很浪漫而感到怦然心动。 十一、天蝎座,天蝎座的人占有欲很强,而且喜欢处于主导地位,所以当对方表现出对自己的需要时,天蝎会怦然心动。 十二、双子座,双子座的人头脑灵活,幽默风趣,喜欢轻松自在的氛围,会因为对方能让自己笑个不停而感到怦然心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